第十二轮BNT疫苗进入全年龄接种 指挥官城市中也松口 第十三轮有机会可以开始施打BNT的第二剂 但是根据指挥中心所公布的数据来看 既然有部分第一类到第三类还有第七类的对象 已经可以打到第二剂BNT了 算下来全台家种总共是有147个人强先打得到 指挥中心对此推测 可能是因为有民众曾经在国外施打过第一剂BNT 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资料输入错误的 专家则建议其实间隔时间满二十八天 就可以开始接种第二剂 但由于现在疫苗供货状况不太稳定 拉长间隔时间也不是坏事 BNT不断货 今年两天都有疫苗运抵台湾 目前持续开放全年龄打第一剂 第二剂时间则是还没敲定 但从指挥中心公布的接种数据来看 截至十月二十七号为止 全台已经有147人打到第二剂BNT疫苗 技部分析包含一到三类 以及第七类造册对象 有部分民众都已经打到 数目很少可能都是专案出国 大部分就是他在国外可能已经打了第一剂 有些医院可能他就是直接写在第一剂的BNT 可是回报上去的时候 他是登陆在第二剂 局会中心推测 有可能是民众早在国外就打过一剂 回国后再打 才会被医疗院所以第二剂登记 也不排除是纯粹资料输入错误 但这要一笔笔去查 只是我国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放打第二剂 前进而来的第13轮有机会吗 有 不一般都才要隔至少四周以上 在规划中 跟人科专家分析 第二剂应该要有追加效果 数据显示即时隔28天就可以接种 原则上还是要尊造厂商研究出来的间隔天数 也就是在21天之后打最好 平平五国卡在疫苗供应不稳定 但两剂间隔拉太长 会不会导致抗体浓度下降 基本上是没关系 那以BNT如果拉到九周 是在降低死亡率跟住院率 基本上还反而比 在三周的时候施打还会好一点 不过BNT第二剂副作用 包含心肌炎 心包膜炎 也可能会比第一剂来得严重 民众打完后一定要更留意 是否有胸门 胸痛症状 我国新冠疫苗目标涵盖率提前达标了 在10月底前第一剂接种人口涵盖率达到7成 第二剂也有达到3成 专家现在更列出了英美两国的数据 可以发现单看第一剂 我们台湾的涵盖率不但是接近英国的73% 更是超越美国的66% 让专家直呼这根本是另类的超英赶美 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 我国第一剂疫苗涵盖率相对其他国家大量 但是第二剂疫苗还有一段距离 到了这个月还要再拼一拼 他也透露明年春节之后放宽边境的机会很大 现在已经有逐步开放的计划 第12轮疫苗如火如荼开打 10月底前目标疫苗涵盖率提前达标 目前国内第一剂涵盖率达7成 第二剂也达3成 专家更列出国外数据做比较 现在英国两剂都超过7成 美国第一剂达66% 第二剂也有6成 单看第一剂 台湾不但接近英国更超越美国 专家直呼根本是另类的超英赶美 他们是从去年2020年12月就开始施打 所以这个数据其实是蛮厉害的 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全台湾的人 大家都很努力的向上 但只是说我们的第二剂还是 接下来大家需要再加强 然后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它给加强起来 第二剂涵盖率仍需努力 但覆盖率要拼防疫措施也得做好做满 否则病毒可能会趁虚而入 针对这个变种病毒的一个预防 还有国境的一个管控严控之外 另外的话就是在解封之余 可能还是要防止这个境外移入 或是社区的感染爆发 而随着疫苗含盖率上升 国内疫情逐渐稳定 春节假期就要到来 是否有可能放宽边境管制呢 有现在在朝这样开放的路 不过也要考虑到量能 因为马上就要春节的就要到了 所以要考量 是准备要是有这样开放 逐步开放有计划的一个来开 陈时中透露下一步会有计划性的逐步放宽 农历春节将至就盘量能足够 让大量台商留学生返台回家跟家园团聚 这次时间陈清顺台北采访报道 国内防疫规定持续松绑 中央宣布从11月2号开始 民众到KTV唱歌 可以把口罩拿下来饮食 不少业者赶紧动起来 进行厨房清洁还有征实新工 另外停工将近半年的八大行业 在符合防疫规范之下 没有陪室的店家 预计从11月2号也可以复业了 另外有陪室的则是16号开始 可以开门做生意 中部知名酒店也都蓄事待发 开始在网路上征人 工作人員忙着把所有碗盘 通通拿出来清洗 半年来厨房停止营运 如今总算等到防疫松绑 11月2号开始民众到KTV唱歌 不用戴口罩还可以开放饮食 这样子是不够的 我们最好还在平安这样子 除了清洁环境空荡荡的厨房 也忙着备料进货 员工们对于可以逐渐恢复到 疫情前的营运模式都超兴奋 KTV店员动起来 准备要迎接更多客人上门 除此之外店家也赶紧真人 补足人力 觉得不方便的人还是不少 所以这样子的话 会大大增进他们来的意愿 除了KTV防疫规定再放宽 这回松绑也纳入八大行业 台中知名酒店的粉丝团 也再次出现真人讯息就是要为了 副业做准备 中央规定只要从业人员 接种过第一剂疫苗超过十四天 而且第一次上工提出三天内 快筛阴性报告 并且只能开放打过第一剂疫苗 客人没有陪室服务的十一月二号开放 有陪室的将等到十六号 由于申请副业细则 将由地方政府订定 业者们也期盼规定赶紧出炉 才能早日回复营运 今天是黄鲜炫台中报道 真的生命大 台中一名35岁外送员 日前深夜送餐的路上 跟一辆货车发生碰撞 全身伤势严重 一时休克昏迷 没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之后 医师发现 他的心脏破了一个2.5公分的大小洞 幸运的是 这一块10公分大的血块 恰巧压住了破洞 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男子在26天之后 奇迹康复 心脏部分就是怕心力不整 我现在心力不整的部分 还在慢慢的进步 鬼门关前走一回 担任外送员的钟先生 来到门诊回诊 今年8月初 他深夜送餐途中 和一辆货车发生碰撞 全身重创 不仅左侧八根肋骨骨折 严重血胸 肺挫伤 脾脏破裂 骨盆腔大出血 到医院前 已经昏迷休克 没有了生命迹象 车祸瞬间 他全没有了印象 醒过来时 人已经在医院 我记得我在送餐 醒来的时候就发觉 我怎么嘴巴插着管之后 人在家务病房 当时医院动员 五大科人力进行抢救 发现他的心脏 破了一个二点五公分 大小的洞 但幸运的是 有一块十公分 大小的血块 堵在破洞的地方 让血液不会大量流出 另外更神奇的是 心包膜外 也有一个裂缝 让血液可以渗出 形成微妙的平衡 不会造成心包填塞 让心脏失去功能 这心脏血块压在那里 所以他很幸运的是 才没有当场死掉 医师采用了体外循环机 进行倒血缝针 回血缝合心脏破洞 钟先生住院了二十六天后 出院因为神奇的血块 替他争取了黄金救援时间 奇迹恢复健康 劫后重生 剪回一命的感觉 真好 街中部综合报道